大家好,我是大雄 今天是俄乌战争第934天 也是乌军进入俄罗斯作战的第40天 新的激战开始 大量俄军增援库尔斯克进行反攻 双方上演包围与反包围 乌军继续进攻 推进两公里,又攻占一地 俄乌双方换战俘 武器解禁决定可能要延迟几天 首先介绍俄罗斯境内最新战况 综合双方消息 俄军在库尔斯克西侧区组织反攻 库里巴基东侧 阿帕纳索夫卡、刘比莫夫卡和奥利哥夫卡南侧 双方均有战斗 其中,俄军攻占了斯纳哥斯特 格罗斯科沃南侧 乌军装甲编队继续向前进攻 俄平到9月13日称 俄国防部已将大量后备军队 从乌坎战场调往了库尔斯克集结 并准备在战线沿线发动新的反攻 媒体称 苏甲东部有大量俄军集结迹象 同时,俄军从格罗斯科夫斯基区向东反击 俄军在9月13日夺回至少10个定居点 随后反击几乎停滞了 据称,俄军又紧急将第106空降师等部队 从乌克兰战场抽调到了库尔斯克前线 乌军突破俄罗斯西部的边境防御 攻占了维斯洛耶 继续向纵身推进 同时在最西边的特特基诺也发起进攻 乌军至少有三个旅,从三个方向冲进了格罗斯科夫斯基区 地理定位显示 乌军切断了连接斯纳格斯特和戈尔杰耶夫卡之间的38K006公路 这意味着攻占斯纳格斯特的部分俄军 现在情况不太妙 不仅补给线可能要被切断了 甚至有被乌军包围歼灭的风险 除了防守 乌军还直接向格罗斯科夫斯基区发起进攻 以突入梅德为日 辛普特、维斯洛耶、特特基诺 相关显示 乌军攻城车推开龙牙 步兵突破辛普特 并向维斯洛耶推进 推进深度至少有两公里 福布斯报道称 俄军在反攻库尔斯科后开始不久 看起来早有准备的乌军在距离战场 约28英里处跨越边界 乌军成功的在俄军防线上 打开了一个缺口 出现在了奥布霍夫卡和辛普特村 攻击俄军侧翼 俄方发布的一些定位视频也证实了该报道 也可能是俄军调集了大量的兵力增援 乌军并未急于向纵身推进 而是在前进了几公里后停了下来 大量的信息都显示俄军在向库尔斯科增援 运送后勤物资 俄方称俄军在航空兵和炮兵支援下阻止了乌军的进攻 而福布斯则认为乌军的这次进攻具有战略意义 除了迫使俄军调动更多兵力保护侧翼 并减入了乌克兰境内前线的攻势外 这次进攻很可能又是试探性的 是更大规模进攻前的侦察行动的一部分 有迹象表明 乌军可能真像乌总统泽连斯基说的那样 一切都在计划之后 在乌克兰的计划中 今天俄罗斯消息人士称 乌克兰已经占领了维斯洛耶 还有消息称 乌军已经向东边的格鲁斯科沃进发 同时俄罗斯消息人士对俄军正在进行的反攻 表示不太乐观 目前俄军的高调反击已经停滞了 而乌军就至少三个旅 已冲进了格鲁斯科夫司机去 发起反击的俄军正面临着被包围的局势 战争研究所今天说 随着乌军在库尔斯科进一步的推进 俄罗斯将不得不向库尔斯科增派新的军队 继续介绍乌克兰境内最新的战况 乌军攻入俄罗斯库尔斯科之后 俄军依然在乌克兰境内保持了一定时间的进攻态势 尤其是在布克罗夫斯克等地的进攻 而且实话实说 俄军还取得了一些进展 不过库尔斯科乌军正在巩固战领区的形势 却无法忽视 导致俄方被迫从前线抽掉了大量兵力和资源 这使得乌克兰境内前线的战斗强度和俄军的抛击力度明显降低 布克罗夫斯克前线最新战报显示 乌克兰司机东侧的俄军已开始回撤 在科斯福卡东侧双方有新的交火 目前在西里多沃和格罗迪夫卡时两地 是双方战斗最激烈的区域 过去一天双方交火超过了36次 不过战斗劣度也有所下降 同时乌军开始向克鲁迪亚尔 利西夫卡 塞里多夫等地反击 俄军向扑拉霍卧推进 整个战线没有什么变化 武来达尔方向 俄军新夺取了佐洛塔尼瓦 双方在其他战线的战斗烈度也在下降 总体战线基本没有变化 战场胶着状态明显 乌方今天发布的战报说 过去一天 乌军新坚敌1210人 同时摧毁俄军坦克三辆 装甲车40辆 火炮25门 火箭炮一组 防空系统一套 无人机36架 军车71辆 特殊设备13套 截至9月14日早见 俄军共计损失63万2630人 今天 乌军总司令谢尔斯基 视察了伯克罗夫斯克前线的乌军部队 为作战将士打气鼓劲 乌克兰媒体消息 当地时间9月13日上午 俄乌双方在边境区域进行了新一轮的战俘 及被扣押平民的交换行动 乌韩方面有59名军人和平民被释放回国 其中包括部分2022年被俘的 马里乌布尔亚素钢铁厂15名首军 乌方释放了近期在库尔斯克方向 抓获的59名俄军战俘 继续介绍后方及援助情况 美国总统拜登和英国首相斯塔莫会晤后 没有发布解禁武器使用的决定 报道说拜登和斯塔莫两人先在白宫 火圆形办公室里进行了约20分钟的私人会谈 其后又进行了更长时间的小组会议 会谈主要内容是西方面临的一系列战略挑战 包括乌克兰问题以及中东问题等 白宫在会谈后发声明 重申美英两国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 继续帮助乌克兰抵御来自俄罗斯的侵略 并对伊朗等国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性武器 以及相关国家对俄罗斯军工业的支持 表达深切的关注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协调员科比说 我们对此态度没有改变 我认为今天也不会看到这样的改变 拜登的高级助手称 并不幻想乌克兰能在1月20新总统入主白宫之前赢得战争 目标是从现在到任期结束 最大限度的改善乌克兰的战略地位 包括可能取消对乌克兰使用某些西方武器的限制 纽约时报发文称 拜登之所以在相关问题上犹豫不决 很可能跟美国情报机构的警告有关 即一旦美方解除对乌克兰的武器使用限制 俄方会采取报复行动 可能会帮助伊朗瞄准中东的美军基地 或帮助胡在武装攻击红海上的国际商船 英国首相斯坦默对媒体表示 关于允许布克兰军队使用风暴阴影巡航导弹 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的最终决定仍未作出 但他暗示相关问题会在本月底的联合国大会上继续讨论 他说显然我们将在几天后 与更广泛的群体在联合国大会上继续讨论 这次会晤并没有专门做出具体的决定 但我们达成了强有力的立场 媒体称美英等国可能会在即将召开的联大会上 宣布武器使用解禁的决定 德国方面今天明确表示 不会支持向乌克兰发射远程导弹 德国总理舒尔茨说 德国已经明确决定了 我们会做什么和不会做什么 这一决定不会改变 德国总理发言人赫贝斯特雷特的解释是 美国和英国现在正在讨论的武器 比德国提供的任何武器的射程都要远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表示 全力支持乌克兰使用远程武器 他称俄罗斯正试图破坏国际规则秩序 乌克兰胜利至关重要 昨天消息说 基于汉马多用途车底盘的美国机动式 105毫米楼弹炮2CT鹰眼 也交给乌军测试已经两个月了 目前这款榴弹炮表现良好 至于乌克兰能否获得更多这种榴弹炮 还有待观察 芬兰总统斯塔布昨天宣布 芬兰将向乌克兰提供价值1.18亿欧元的新军事援助计划 其中援助包括了装甲车等 目前尚无关于援助计划其余部分的详细信息 芬兰过去的多项援助一直处于保密状态 乌韩国防部长乌美罗夫透露 罗马尼亚即将向乌克兰移交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 同时首批乌韩飞行员已经在罗马尼亚接受F16战斗机的相关训练 分析人士预计在今年年底前 乌韩空军总计将获得24架F16战斗机 立陶宛国防部宣布 由立陶宛提供的M13装甲运兵车 原地形车及其备舰将于本周抵达乌克兰 几年以来 立陶宛已向乌方提供了多种的军事物资 包括15毫米口径弹药 M577和M13装甲车 反无人机系统及冬季装备等 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 立陶宛已向乌克兰提供了超过6.79亿欧元的军事援助 总援助金额已超过10亿欧元 对下了长期支持的承诺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 卡里姆汉举行了会谈 泽连斯基感谢SC的支持 他表示国际社会发出的每一个信号 对乌克兰最关重要 他说乌克兰已批准波马归约 且乌克兰总检察长办公室长期的保持关注 双方还讨论了打击使乌克兰儿童被迫流离失所的罪行的调查工作 泽连斯基还在基辅会见了爱沙尼亚总统卡里斯 双方讨论了国防支持乌克兰的重建工作 以及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进场 泽连斯基提到了爱沙尼亚的承诺 继每年拨款0.25%的国防预算支持乌克兰 这一承诺已纳入了双边安全协议 泽连斯基还感谢了爱沙尼亚积极参与乌克兰的重建工作 昨天泽连斯基在亚尔塔欧洲战略会议上发表了讲话 他表示计划本月与拜登会面提出一个胜利计划 一个相互关联的解决方案系统 乌克兰将借此获得足够的力量 足以让这场战争走上和平之路 泽连斯基还表示 俄乌战争只有两种结果 要么用武力将俄罗斯占领军赶出乌克兰 要么通过外交手段 确保乌克兰所有领土获得解放 为啥持续关注俄乌战争 因为它的结果将关系未来人类世界大的发展趋势 即使继续向前或后退的趋势 如果俄胜则俄式体系获得更大更多的扩张 而乌胜则主流文明体系得以继续的发展壮大 于政治团体而言 他们将面临一个新的交涨考验 于个人而言 很多人将获得过上文明富足或野蛮贫困日子的机会 因为战争是类不同群体间的博弈的最直接 最激烈最有效的方式 战争或冲突虽然残酷 但也不应讳言 否则旧势力不会自动的退出 新力量很难崛起 为啥持续介绍军援和其他援助啊 因为作战双方都需要援助 就俄乌战争而言 打到现在这个样子啊 他们都无力单独靠自身能力取胜 截至目前乌克兰得到的援助较多较先进 俄方也得到了伊朗及其他国家的暗中援助 区别在于援助数量和质量稍有不同 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啊 会影响双方的最终的胜负结果 明显人已经看出来了 很多社会问题无解的原因就是 道与理没有理顺 就道理一旦理顺了 并构建起相应的机制实施 很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感谢观看